中秋前前夕发生了两起的透天错的火警 云林斗六先是有人煮菜不小心引发火苗 还烧到隔壁的住户 大家都往外冲逃生 其中一名女子有轻微的烧烫伤 另外一起的火警在台中市西区 一次有人在空地放鞭炮 火花溅到旁边的透天错二楼 瞬间延烧到四楼住宅 幸好徐晶一场没有人伤亡 四楼住宅全面燃烧 还好附近户户全都逃出来 这时消防队抵达 第一时间分队长坐镇指挥 或是一发难以收拾 四楼透天全部遭殃 中秋前夕这一栋空屋无故起火 不过比较危急的是隔壁是有住人的 虽然已经逃出来了 不过后面的宅箱子里全部都是住宅区 一销联手拿器材割破铁皮 同时间另一批人破门要挺进火场 二楼窗户窜出烈焰 强力水柱不断灌旧 似乎当中只有一户住人也不在家 怎么会起火燃烧 我在花生那时候 有之前四个左右 有在这边放边放这个空地 边炮放不小心打到那个 那一批空屋本来就破坑去了 炸边着火才引过去的 疑似放边炮闯祸 还好没人受困 如果屋顶联通的话 它火是一到天花板 就很容易往两侧蔓延 台中市西区日进节的空气 被浓烟熏黑 甚至遗毒断电 同样也是住宅火灾 云林斗六南京西路上名宅 疑似游人煮饭 不小心引发大火 延烧到隔壁邻居家 中秋季前夕台中云林 接连两起联动住宅火灾 还好受灾户警觉性高 第一时间冲出家门疏散